2014年5月9日 莫斯科红场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此时正知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 极度恶化之时 从波罗的海到黑海 那些已经独立的前苏联卫星国 更是对俄罗斯彰显武力深感焦虑 欧洲和美国媒体的报道 也无疑加深了那些国家焦虑和对抗的可能性 纽约时报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 俄罗斯对三月吞并克里米亚的欢庆毫不掩饰 进入广场的第一辆车上 就飘扬着克里米亚的大气 这一天 红场这个昔日冷战核心的上苦 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 超过一万一千名官兵参加了阅兵式 在步兵方阵通过主席台后 S400防空导弹系统 白洋M导弹系统 D90A坦克等151套军事装备 悉数仰下 69架图95 图160等俄军精锐武器 飞越红场上空 以表明俄军的实力和意志 克里米亚并落俄罗斯 这个西方国家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是强力反对的 认为俄罗斯是在搞扩张 但是普京不管 克里米亚还是纳入了俄罗斯的版图 普京表现的也是非常强硬的 在上午参加红场的阅兵 中午和国防部长就乘飞机 到了克里米亚 这克里米亚呢 这个检约了克里米亚的 黑军和空军 这是普京在俄吞并克里米亚后 首访该半岛 他强调 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 是历史事实 而普京的历史性到访 在乌克兰和西方看来 无疑是又一次严重挑衅 这也让西方对普京 此前呼吁乌克兰东南部 亲俄势力推迟独立公投的嗜好 更加怀疑 当天普京的演讲 也无疑传递了最重要的信息 这是一个无坚不摧的 爱国主义力量胜利的日子 使我们所有人深刻认识 忠于祖国的意义 和捍卫祖国利益重要性的日子 普京在讲话中意味深长地 强调爱国思想 赞扬俄罗斯军人 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 全场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激情 对此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评论称 在乌克兰敏感的局势下阅兵 普京似乎在告诉国际社会 俄罗斯是胜利者 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正在回归 奥地利《信使报》更加直白地认为 俄罗斯一再秀肌肉展示武力 这似乎是在表明 俄罗斯曾战胜纳粹德国 现在同样可以战胜欧洲 那么这一次他的阅兵 他就展示他的决心 现在你们俄罗斯 这个克里米亚 谁敢从我手中再把他夺回去 对不起 我要跟你并容相见了 现在这种狠话都已经是放出来了 而且这种狠事也做出来了 你看前两天美国的飞机 不是又在那边去侦查了吗 侦查了一个它的苏三七马上上去 最近的就是我看新闻报道 就有六米的电视里面放车 而且很近很近的 这六米的距离 最后是把美国的侦查机 把它赶走了 俄罗斯做得出来的